为什么会想选断转离这个主题呢 春霞猛的 脑海中大概有个轮廓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写 应该能写出来吧 就有个方向才能 对 共有五个点 第一个断转离就是 这个反派 我问你重吃啥 就类似于是 一个人物没有人物属 铁家的商量的话 那就属铁子 就是反派 有点小瞧这个主题 当时选的时候 觉得会挺好写 鸡铭的方便的卦 出了 想哭你就笑 这个题太难了 写不下去 换我脑子吗 第二个 二赛段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赛段 你放那一面 放那一面 这叫保持叠叠热 三到六岁都能玩 准备动作 好 一起合成 完成的非常流畅 你好像那个流水线的中 好玩儿 好玩儿 现在是我们这个小队的编剧嘛 主要的压力它其实更多一点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多多刺激它一样 多多刺激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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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刺激它一样 多刺激它一样 你安慰我 其实我平时创作的习惯就是自己一个人写 如果两个人一起多发散发散的话 就是我的脑子里有的东西 重新灌到他的脑子里 可能又会有别的想法 浙华 逗笑话 心想独舍在吐鑫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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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打趣啥的 然后一乐 然后可能思路可能就通了一点 对太好了 又能在这里创造幽默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老婆 我错了 话这个不可是一个极具喜剧天分的演员 可别让我激化 哎呦 心仔折滑七尺卡查 折滑心仔努力精彩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断舍离主题 下一个作品是 警察和我 姓名 刘不若 哈哈哈哈 年龄 三十四 出生地 曼谷我 恭喜你啊师哥 终于结束了自己十年毒蛇帮的卧底任务 顺利地回到了警局 你 你俩 你俩 你俩蹲下了你俩 哎呦 不好意思啊我习惯了 师哥 你现在是个警察了 这习惯不好咱得改啊 哎 知道了老大 哈哈哈哈 什么老大 你是我师哥怎么能叫我老大呢 是 当时在东南亚警校的时候 我是比你大一届 但现在 你不是咱们吉普岛警署的署长了吧 那可不就是我老大 哎 我没有那么大 叫我傲天就行 哈哈 老大呀 傲天 其实毒蛇帮未剿灭 并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哎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哪有功劳啊 哈哈 卧底十年了 一条有用的消息没带出来过 你说说你这十年都干什么了 哎 可不是我吹啊 经过这十年的卧底 现在我走在大街上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是个混 哈哈哈哈 荒谬啊 但是你放心 我已经下定决心 告别过去的自己了 你最好是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马仔 你就是我扛袜子 这就是咱们堂口 哎 外面那些条子都是咱们的人 哎 哈哈哈哈 师哥 你有没有觉得 你现在说话有点 毒蛇帮的味儿 哈哈哈哈 毒蛇帮 是什么味儿 嗯 哎 我也说不好 以后再说吧 我先跟你交接一下你的警用装备啊 你是不知道啊 卧底这十年 我每一天都盼望着 自己能成为一名正常的警察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一次回来呢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就是想处理最基本的警务 哎 越是那些鸡毛算命的小事越好 毒蛇帮的日子 我是再也不愿意去回校 哈哈哈哈 哎 哎 你刚才说毒蛇帮是什么味儿 你站起来 啊 对对对 就这味儿 就这味儿 哎呀 咋过这儿啊 师哥 你现在已经是警察了 你不改掉这些毛病 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啊 警服 我的 你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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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穿上这身警服了 哎 合身吗 你别说 啊 穿上还真不像个警察 哈哈 不可能 镜子呢 呀呀呀呀 吓我一跳一心炸的 有条子 那是镜子 真是不太适应了 看出来了 慢慢适应吧 记住啊 这两个必须学 拉倒 跳过来了 啥 我 你 哎 哎 他这一句话没说 我咋一句都插不上呢 师哥 师哥 咋下班呢 哎 怎么回事呢 师哥 我终于知道 为啥混十年还是混混了 有事真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怎么办呢 一听见这警惕声 我就不受控制 那得控制控制吧 咱这毕竟是个警署 那也不能把警车都调成震动的呀 哈哈哈 哎 你好 有人吗 哎 哎 稍等一下啊 怎么了 我来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你刚回来不熟悉 嘘 这些基础的警务 我早就被它滚瓜烂熟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可以大方说 哈哈哈哈 哎 你好 啊这个是刚才让我填的表 您看一下 交给您吗 嗯 东西呢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啊 我要的东西啊 哈哈哈哈 你要什么了 我要的是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没事 哈哈哈哈 你这是什么 一寸罩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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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他表达有问题 我现在 还有呢 啊 这又是什么 工本费三十啊 跟谁学的呀 我这流程没毛病啊 有什么可骄傲的 你 你现在太吓人了 你知道吗 你能不能注意点你态度 我 你哪怕笑一笑呢 你笑一下 哎妈行吧行吧 你真是 哎 警官警官 你帮忙啊警官 来来来来坐这坐这 怎么了呀 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警官 哎你说 那早上我那个狗找不到了 狗丢了呀 哈哈哈哈 狗丢了 哈哈哈哈 这个不用啊 你知道它狗丢了不行吗 你放心 我肯定给它找回来 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你说 嗯 我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呀 我一回头啊 狗链舌了 狗链舌了 就是有什么好笑的 你 那是哪个菜市场呀 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本来我还记得呢 你这一笑过笑忘了记得呢 哈哈哈哈 哎呦 都忘了 这不用笑 没关系 慢慢想 哈哈哈哈 我有的是时间 不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爷 我说你啊 我我我我 没事 大爷那个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大爷先回家冷静冷静回去 哈哈哈哈 大爷狗 狗 我就当放生了啊 谢谢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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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 我谢谢你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来来来 我来我来 以后这种小事都我来啊 哈哈哈哈 喂你好 好 明白 是 师哥 哎 你知道 毒蛇帮的头目阿坤吗 阿坤 没听说过 你不认识 不认识 那就可以确定 他的确是毒蛇帮的头目了 哈哈哈 这个阿坤 几年前潜逃到海外 据可靠消息称 他最近返回了东南亚 而且还有可能是我们吉普导 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 锁定他的位置 将他缉拿归案 但是很可惜 我们得到的消息有限 目前 只有他的电话号码 哎 直接打电话问问他呗 哈哈哈 脑子一点不转吗 哈哈哈 这个阿坤极其狡猾 极其谨慎 我们之所以没给他打电话 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详细缜密的计划 不然就会打草惊蛇 阿坤 打草惊蛇了 你在哪啊 想挂了 想挂了 不是 你管我是谁呢 千万别激怒了 我是你爷爷 我是你爷爷 我全完了 出来就出来 十分钟以后 波兰街公园 谁不来谁孙子 出来了 这就出来了 逛骂人就可以吗 全体集合 前往波兰街 跳子来了 左 右 蹲 左右 左右 翻 师哥 别跑酷了 是咱兄弟出井了 好久没活动了 师哥 没想到啊 有点东西 我啥东西都没有啊 不是 我夸你了 不是 我夸你了 什么事儿 这 这 枪声儿 兄弟们 关了这个桥子 我替老大报仇 这声音很熟悉啊 好像是咱毒蛇帮的兄弟 什么兄弟 是鱼党 那 那 那 我 坏了 肯定是让阿坤识破了 我们的人都在波兰街呢 经书率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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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这也太嚣张了 不会是毒蛇帮 你注意点车瓷行不行 冷静点 准备好随时反击 反击 怎么反击啊 我 我 他们活得这么忙 咱们只有两个人 他 咱们现在得赶紧 三 二 一 来梦掉错队 来万一万 这功能我们亚细总有了后 准央了一带走也 准备 谁 差理解的呀 你这首不让我唱什么歌啊你 我说的是那意思吗 我是说他们都藏起来了 我出去做幼儿饮他们出来 你在床口干掉他们 你做幼儿 那你自己怎么办 当警察的早就准备好这一天了 谁教你的 你教的 师哥 你这个没用的那鬼 你这个没用的那鬼还是担小鬼 你这个没用的那鬼还是担小鬼 你干嘛 你干嘛 师哥 你干嘛 毒舌帮的 味都差不多 轻贱警敌就跑酷 你干嘛把自己靠上 我怕我也跑了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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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跳得来啊 他们人太多了 快跑啊 呀 左 右 右 左右 左右左右 对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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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优雅真是优雅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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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唉 这才师哥好警察啊 哈哈 啊 师哥 你也是 欢迎贵队 你刚才看上这姿势挺帅的 教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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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们抽到的主题是断舍离 脑海中最开始浮现就是 《无间道》那些就是经典的港片里面 有那种就是要断掉自己身份 那种故事 对 我们的启发是《无间道》或者扫读的这种电影 其实这个跟我们有时候入戏太深 然后你走不出来 你必须要断掉之前拍戏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吧 你拍的那么多戏里面 你入戏最深的是哪个 拍胡孝贤那个戏的时候 因为整整你每天24小时 你都要在那个角色里头 所以拍完的时候是走不出来的 你有过吗 你有过吗 拍戏啊 在角色里 我算是 我算是这种状况比较轻的 只有一个 亲爱的那个戏 哎呦 对 那个戏就是 因为每天演完了以后 就 哎呀 就 就压得慌 哎 拍手吗 我 爆肝 我儿子找不着了 喂 你见过我儿子 然后拍完了以后 你就好长一段时间 比如说领自己的孩子去商场去玩什么的 我突然想去上厕所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在门口等我 无论谁跟你说话你也不要说 有人要动你就大声喊我 都已经这样了 然后我就 进到那个洗手间 在一拐弯的一瞬间 我看不到他了 就因为拍完那个电影 有太多之前的那画面在那儿 我就还没走到里面 我掉头算了憋着吧 然后我就出来了 嗯 我知道有的演员演完戏了以后 甚至要靠去看医生 看医生来辅导自己的那个心理 对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李淡脱口秀完了以后 有没有沉浸在里面 太开心了 大家笑 医生让我别笑 我说实话刘波我真的觉得 我去叫你刘波吧 我真的觉得其实你蛮挑战的 因为你是 你是脱口秀演员对不对 对 你的长相 是语言方面 就是节奏什么 这个作品 你开始挑战自己的表演能力 对 我平时生活中也挺爱表演的 就是 对 你平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子表演的吗 因为其实一开幕的时候 我就看到你 我就觉得很喜庆了 就那名字一讲出来 我就 就很开心了 谢谢老师 都夸刘波 我都夸人张哲华 我觉得台上有一个刘波这种形象的人 真的不好解 当然就哲华在这里也还是很出彩 很好笑的挺厉害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最开始我是很想演坏人的 后来发现我俩站在一块 就我形象就不过观 就是他要是演坏人解释成本特别大 他俩啊我觉得特别棒 而且你们俩非常默契 那口接得 对对对对 说实话非常好 是因为接得好 所以下面的效果才会特别好 真有点厉害 而且两个作品好像结束 都得来一场枪战 哈 哈 就打枪嘛 哪来的翻地的机会 我们 你 你 打枪真过瘾 来我们有请解尽全力吧 我记得上次挑题的时候 你们好像是到最后才互相挑中的 是吧 我们先贴的题 他们挑的我们 他们选的我们 对 你们俩怎么想的 因为就剩四个了 然后 就选个最好打的 不是 最好捏固的 软柿子 当时就是看那个这几个题目 就觉得断舍离还挺有想象空间的 就往这方面使劲了 你排练当中谁也不理谁吗 不是 一开始第一赛段的时候 我们就说就是这一组 是我们二席里最喜欢的一组 我们都可喜欢刘波了 刘波得控制一下表情 你刚才那可歪了 刘波 你怎么想的 因为特别喜欢姐姐们 我感觉姐姐们演得特别好 既然一为一 所以不管选谁都是 有一个走有一个流 就想选一个强一点的队 然后能激发自己潜力 好会说 刘波对他自己这一番社会坑很满意 说完了给自己肯定 说真说得真好 真好 真是很愉快 然后今天是有你没我1v1 那我们组委会先投票吧 这两个真的都很好 又不同的类型很难选择 来吧 我们都选完了 来 我们看一下 所谓会投票结果 我们看一下所谓会投票结果 我已经全力 观众得分是 8300分 总分 8500分 上野和我 观众得分 10700分 总分11000分 上野和我直接晋级 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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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吧 姐姐 来 报仇的时候到了 没什么要报仇的 输给他们我们 心不口服 对 心不口服 而且我们早就想好 就是我们接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结果 这轮的创牌也表达了 我们自己想做的 想说的 好 那谢谢 谢谢两个参赛队伍 尤其是谢谢姐尽全力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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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亲相爱的 莎姐也挺大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